我本來買雪靴只是覺得就是很有那個氣氛 或者出國的時候可以穿 沒想到沒有下雪的時候 比較冷的時候 或是有一點點積水的時候 他都可以很迎刃而解的穿越過去 所以我覺得是物操所值 讓大家看一下我這雙鞋子的特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我的影片之前 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喔 那最近的話都是很寒冷啊 我就發現有一個器具還不錯 就是說那個雪靴 並不是因為下雪才要買雪靴 我覺得他也可以當成類雨鞋 或是保暖的鞋子來使用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後面有個爪子在 所以說他可以開起來也可以關掉 如果開起來的時候有那個止滑的效果 在雪地就很方便 下著小雨拍完開場影片 你看我走進車子裡面 這就是我的雪靴了 長這樣子 然後我的褲子也是機能褲 所以都防潑水 雪靴也沒有特別濕掉 已經在下雨 所以你看濕濕的 然後呢他裡面有毛毛的 是人造毛啦 然後很舒服喔 那因為今天特別冷 所以我穿襪子 不然平常不穿襪子 也是很鼓溜鼓溜 很舒服的 再來就是啊 他這邊呢 他的那個 他是用那個魔鬼沾的 魔鬼沾 所以說啊 那個 小朋友最喜歡的 不用綁鞋帶 假雨天就這樣走路 很方便 可能是因為他鞋底特別厚吧 所以我覺得就不太會碰到水 很方便 這一個鞋子我是在 PC Home 買的 還蠻便宜的 我剛去查一下歷史交易紀錄 我是兩年前買的 才899塊 超划算的 到家了拖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你看他裡面是這個樣子 他之前說的那個爪子在這邊 有看到嗎 這裡 那他是活動的 現在是關起來的 要這樣子 搬上來 這樣子 哦 這樣就看到他的利爪了 所以說這樣就可以那個 在雪地裡面防滑 所以平常 當一般鞋子穿的時候 我會把它勾回去 這樣子 這一面就是平平的了 好 這樣子 還有你看裡面 我是自己在裝了一個鞋墊 你可以挑一個你喜歡的鞋墊 裝進去 這樣子就會更舒適了 我本來買雪靴 只是覺得就是很有那個氣氛 或者出國的時候可以穿 沒想到 哎 沒有下雪的時候 比較冷的時候 或是有一點點積水的時候 他都可以很迎刃而解的穿越過去 所以我覺得是物超所值得 而且還蠻便宜的 讓大家看一下 我這雙鞋子的特鞋 還是像這樣子 然後是絨布吧 這應該算絨布 然後側邊這裡有魔鬼氈 然後裡面 有那個毛毛的 蠻舒服的 然後鞋頭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拜拜 還有這一雙雨鞋 是綠色 看起來蠻普通的 但是是我在英國買的 然後是義大利製造 所以對我來講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旅行的記憶 下雨天在花園裡面工作 還要記得穿這種防水的衣服 很像雨衣 那有機會再跟各位做介紹哦 下雨天在花園 小火 打破了 傷 鳳